在2011年的時候 這也是在女人我最大的時候 我的鼻子 我為什麼比個6 因為這是我手術後的第六天 沒有啊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六天 第六天所以我比個6 鼻子 都沒有傷口 鼻子 2011年的時候 然後 我喜歡第六天的時候 因為大概第六個月以後就越來越 可能我瘦了吧 它就越來越自然 我就覺得沒有 所以我一直把這張照片存起來 真的 就是比較看得出來有做過 對 我喜歡 但是它在第五天還不行 就一定要第六天 就是還是很腫 就是整個這一塊都是腫的 還不行 可是第六天它就開始 因為開始冰敷了 就不需要敷了 前三天是熱敷 後三天就冰敷 然後第六天我就可以來上班了 然後它會越來越自然 是它這邊是一個L型的軟骨 介於像橡皮筋跟橡皮擦中間 所以它可以凹來凹去 然後常常有 你會看一些整鼻子的人 鼻頭會做太尖有沒有 有的甚至會雙鼻頭 有的甚至好像尖到這個鼻頭 會破掉 破掉 所以我就挖這個後面 耳朵的軟骨 在這裡 因為這裡是最不可能有疤的 除非你把耳朵翻過來 要不然你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出來會有疤 那會影響聽力嗎 什麼 怎麼會 聽力是在裡面 對 然後就耳朵的軟骨 然後它就開始切 像蓋房子一樣 切一片一片 切到很薄很薄很薄 然後就慢慢的做你的鼻頭 慢慢蓋 蓋 然後你就給那個醫生 慢慢雕塑 雕塑 不是每一個人鼻頭都一樣 這樣子 好好切 但這個軟骨會在長嗎 會 我們軟骨在那裡 會一直長對不對 那我就放心 因為我怕不夠用 會 不是 它會慢慢代謝掉對不對 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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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來我現在怎麼會比較 軟骨也是會流失 會 那是骨頭 軟骨 是嗎 而且我又喜歡挖鼻孔 又喜歡醒鼻涕 就是 又喜歡弄來弄去 會吧 我是自己這樣覺得 會稍微的流失 會 但沒有流失這麼快 但它的好處就是不會 有可能穿刺出來的危險 對不對 OK 老師真的蠻厲害 他就變成一個 為什麼我們取軟骨去做 現在我們所謂的 家庭的鼻型 就是 以前的話就是 直接一個柳形 但是並沒有在鼻頭那裡去琢磨 做一個 可是通常這樣的一個 一個家庭 我們人類 事實上它在沾臉的時候 它的皮膚層 就開始漸漸變薄 所以你常常看到那個家庭 有時候會插出去 對 所以目前 有的甚至會有一點 一個骨頭很明顯 一個白白的在鼻尖上面 對 那個就是很早以前的做 因為那時候 後來我們就 醫師當然就是 想要去取軟骨 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它又可以擋住這個 它去插出去的作用 第二個 我們現在認為說 在鼻尖這裡 帶一點翹 尤其是亞洲人 帶一點翹度 還比較是甜美 甚至有些比較太翹也不好 對 所以在鼻尖那邊 我們現在就多琢磨 所以既能塑形 又可以擋住這些 併發症的發生 所以現在就是取軟骨 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來